利益 利益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今天呢,算是臨時要來錄這個Vlog 因為其實今天是 足中的100週年園約會 對,應該有很多人知道我就是 興族高中的學生呢,就品著這件衣服 其實這件衣服呢,也就是我一直懶得去換 所以我才一直這麼穿的 並不是我真的想讓大家知道我是祖宗學生 反正我是祖宗生的這個意志並沒有很強就是了 但畢竟這個100年也是有著相當特殊的意義嘛 那就乾脆出門一下 超勝一下這個十年前待過的學校 來看看到底變了多少 還有跟大家談一些回憶的東西吧 喔對了然後我當然不會穿這一件出門啦 平常還是會換一半的衣服出門的 我們感受到這邊的人數已經比一旺還要多蠻多的了 12點半 12點半到了好像有點太晚就是了 我已經有點忘記高中的營遊會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了 但應該是從下午2點就要開始收攤了吧 感覺我今天應該會遇到蠻多熟人的 我只是熟人不是什麼觀眾喔 雖然觀眾可能也會啦 但是一些同學的話應該多多少少也會遇見一些吧 那我們現在在走的這條路呢叫做雪府路 雪府路的後面其實還有另外一間高職叫做新竹高尚 前面這邊呢才是新竹高中啦 好現在我們走到這個地方呢是新竹高中的後門 基本上這邊是不開放的 但是現在園遊會嘛 所以前門後門應該都是開著的 好的總之我們就是來到這個傳說中我懷念的學校了 這邊就是新竹高中的正門啦 基本上下午車就是在這個地方放門下來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 這邊就會有檢查服役的糾察隊站在這邊 糾察隊的話大概就會站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這邊 他們就是會站著然後檢查你的衣服有沒有穿號 我指的衣服有沒有穿號就是說 你一定要穿著正當的制服 而且皮帶那些的一定要出現 衣服要紮進去不能夠跑出來 所以你往往可以看到有一堆學生就是會在經過糾察隊之後就這樣子 把衣服全部抽出來 因為他們就很不喜歡那種紮進去的感覺 看起來還蠻土的 然後前面這一棟樓沒有記錯的話它應該叫做智善樓 旁邊這個是我們的音樂廳 音樂廳也算是我們竹中生的一段回憶吧 因為我們有那個音樂課 那音樂課就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一定要去看一場竹中的音樂會才可以 然後有那個票券證明 然後音樂會是由竹中的音樂班去開的 所以每一次一年一度的音樂會 你就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大排人在那邊 就是為了要寫音樂報告的 然後這個鏡子也是一直以來都有的 這個我們俗稱照妖精吧 這邊還真的沒什麼變啦 就只有前面這一棟樓好像油漆有刷得過 比較紅了 反正這一所新名樓呢 通常都是住高二的學生 就是高二的教室都會在這個地方啦 那前面這邊就是我們的操場 AKA目前約會的場地了 能確定的是今年真的比前幾年還要盛大太多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而且這個跑道它的顏色換了耶 我們高中三年的時候都還是紅色的 現在都換了藍色的了 超多人的 我可以保證我高中三年都沒有這麼的盛大過 嚇死人了啦 好啦 還沒吃午餐啦 就來順便逛逛 然後買一些東西來吧 欸 草包麵真的是以後會的標配 對 我們這樣子點餐 然後領號碼排 太多人在排了 拿到超泡麵了啦 等一下就到後面那個站台去吃吧 這樣子要50塊錢 很約會啦 那這邊就是施令台啦 然後後面就是站台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在這邊吃東西 那這個地方就是施令台的上方嘛 為什麼要到這邊來呢 因為基本上這邊都看得到我們的游泳池 我的意思不是偷窺什麼啦 只是想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呢在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坨綠色的水 因為它們的水都不會放掉的 然後紀念累月之後也沒有到年啦 但就是隔了好一段時間它就會變成 上面一大堆綠藻 很恐怖 可是現在這種情緒好像很改善了耶 它的水還是滿清澈的 不知道是有施了什麼魔法 它現在還是超多人的耶 都已經1點多了 所以看起來是不會那麼快結束了 所以現在想想 現在是100年的校慶 我是90屆的 意思就是說 我從高異到現在 也已經10年的時間了耶 感覺不是見多久以前的事情 但就是對10年了 然後第二個感觸就是 因為這樣前前後後 有滿多學生來找我合照的 那我就發現 現在學生用的手機真的還滿好的 時代不同了啦 以前我們拿的旗艦機 可能頂多就兩萬 現在三四萬的都有 但是學生還是很捨得花 沒有什麼其他意思 但就是對 大家很棒 然後旁邊這裡就是揮灑青春的地方 也是我平常會坐在旁邊發達的地方 常常一大早 早自騎之前就看到這邊有一大堆學生在打球 不知道是活力幾點的 好了 拿到了這個食物以外的第一個戰利品了 它就是一個包包 對 本來想要買那個紀念梯啦 因為他們的帽梯設計 我覺得很好看 只是沒有貨了 太晚來 沒關係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樣式當怎樣好了 好 看完了齁 那就走吧 繼續下一個場景了 新運用會已經快要結束了啦 已經兩點多了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還是非常的多人 可以看到各種收攤的人群了 那我們就以逛校園的方式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吧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走起吧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叫什麼樓的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高二的班級都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一間呢其實是非常有歷史的 它現在應該叫做校使館吧 但以前是叫做劍道館 反正就是裡面有劍道社 這裡面好像已經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不對劍校也是一百年 所以它到底是幾年啦 反正就是很久了啦 那這間很明顯是已經有整修過了啦 因為它的外貌 跟我當初讀三年的時候已經不太一樣了 這很明顯就是比較新的 就是它的外信啊 磚瓦那些的 都來的信很多 而且 現在應該是可以進去的 就稍微進去看一下好了 有一個讓人家簽名的地方 但是 我是一個非常不會簽名的人 你們看我的字跡的話 應該會覺得 我很像是 國中生還是高中生之類的 但是 就這樣吧 我不管了 老實講我讀三年以來第一次來過這個地方 以前從來都沒有進來過 我也不記得以前好像有這樣開放就是了 那這邊就展了他們的很多畫出來 我不知道當時高中三年裡面 是不是也長這樣了 好 現在我們出來這裡了 前面這個地方呢 是高山的大樓 它就在高山大樓 它沒有其他特殊的名字 然後往右轉的話 這邊是高一的大樓 它好像叫做 看不到明德 對啦 叫明德樓啦 想起來了 可是以前沒有這個路牌耶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姊妹校啦 那這邊就有寫說 它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距離是多遠 都要這邊也有很多 當時就是 可能有大概一兩節課的時間吧 他們會來我們教室 然後就會進行一些活動啊 一些團康之類的 還滿有趣的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 一切學習的開始了 現在應該是都會開放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進來 以前我是一年九班的 所以它是在二樓的地方 那這邊呢 好像是從十幾班到十八班的樣子 最前面是十八班啦 我們一個年級有十九班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也是這樣 但是十九班的話 它是音樂班 所以它不在這邊 這邊最結尾就到十八班 十七班是樹里之幽班 然後十八班是語文之幽班 對 然後這邊呢 再往左軸就是高山的地方了 其實在這之前我們要先讀高二 就是前面這個地方 然後再進來這邊 高二高三的時候我是讀八班 那高三的時候 我就是在三樓的樣子 就是要爬一段 然後才能上去 那高三的話 裡面這個地方都會有陽台 就是往那個門出去 就是會讓你洗頭拔 那些放掃具的地方 那一個滿妙的地方就是 高三大樓的一樓 其實是這邊這棟樓的二樓 那這棟除了高二的班級之外 其實像是學務處啊 教務處很多的老師 都在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以前的導師 還在不在就是了 反正有沒有遇到也沒有關係啦 我也是有點不太感認清的 上一次來找我們導師 是在我當兵之前 那個時候就是有國防課 所以就可以折抵掉幾天的兵役 那在這之後也都沒有再找過了 已經隔了兩年多了 然後這一棟呢有點忘記了 對啊反正一些教室也會在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它叫做什麼 視聽教育館 對反正也是上面有一個 好草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的話呢 這邊就是滿有名的地方了 這個地方呢是我們的學生福利社 那為什麼說它很有名呢 各位不知道記不記得有一部影片呢 它是從這個角度拍的 然後等到十二點的鐘聲響起 就有一大堆的學生在這個地方 跑跑跑跑出來 衝到福利社這邊搶便當 對這個是有上過新聞的 其實那個新聞是比我老的學長拍的啦 那時候我還不在這個高中 因為在我大概高一還是高二的時候吧 那個福利社的便當風氣就沒有那麼強了 因為開始有開放一些外面的餐廳可以送在這邊 然後我們可以到校門口去拿便當來吃這樣子的 而且以前的福利社便當好像是還蠻好吃的吧 其實我已經有點沒有什麼印象了 就是大家會正向劇搶的那種 但是在某一次可能換個場上之後就變掉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叫外送了 以前我們的入口是在這邊啦 但現在好像似乎不是這樣了 而且有OK也是怎麼一回事 我以前真的沒有OK的啊 真的耶 9月20號的時候在這邊開幕了 就五折 以前都沒有這東西啊 連這個販賣機都有了 現在的學生真的是夠太好 然後這個地方嘛 應該叫做科學館 對 就是我們理化課那些的實驗室 都會在這邊 裡面就有很多的記才那些的 然後再走上去的話呢 這邊就是我們的支援回收館了 我們上去看一下好了 懂我的學弟一定就懂 為什麼就是一個回收館而已 有什麼好上去的 啊不見了啦 本來這個地方會寫著阿澤是兩個字 對 但是那個阿澤不是我的意思 他的阿澤指的是 就是裡面其中一個 管理資源回收廠的人 因為基本上我們打掃的人 都會知道他 因為他就是在那個回收廠裡面 而且人還滿有趣的 所以我們人稱獨中三澤嘛 就是李遠澤 柯文澤 跟阿澤 是那個回收廠的阿澤 但是我不知道他現在人還在不在啦 但是那個字不見了 多少還是會覺得有點可惜 不能朝聖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圖書館 他變很多耶 這跟我們當初看到的完全不一樣了 哇塞 這應該是獨棟的校園裡面 改變最大的移動了 完全都不一樣了 以前一樓這個地方還是自習式的 現在好像 都變成一般放書的地方了 原本自習式的坐在這邊 現在也都不見了 整個格局真的都完全不一樣了 他其實還是有圖書的地方啦 只是 是在前面這邊 那麼B1的話 他現在叫做藝文空間 沒有啦 以前好像也是這樣子 對 格局基本上 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高中三年 只有進來過一次 好像是因為某一場 特有的樣子 有點忘記是什麼了 那到了二樓這裡 以前我們高中三年的時候 二樓才是真正的圖書款所在 那這個地方翻新之後 其實也都是書啦 只是真的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樣了 所有的東西 你們眼前看到的 都全部翻新過了 以前的這個地方 我記得是有擺一些電腦 讓我們插的東西 結果現在全部都是書櫃 書櫃 書櫃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書 但是高中這三年來 來過的次數真的也沒幾次 有100%的機率 來都是因為有課程的關係 那可以讓主動自己過來 的次數是零次啦 因為我真的是不喜歡讀書 學校真的把這裡都變得很不一樣了 但其實是還蠻喜歡的 雖然少了一點 古色古香的感覺 但是 人的觀感截然不同 也很不錯 走到這邊三樓 變化就比較少了 這間叫做ATM 什麼藝術與科技多媒體教學中心 裡面看起來 就跟我當初十年輕一模一樣了 然後這個地方走下來 這邊是高一大樓吧 這我還記得吧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很多人都回憶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生態池啦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高中有沒有一個傳統就是 生日的人呢 會把獸心抬起來 然後丟到這個生態池裡面 還是只有我們高中才這麼做嗎 對 瓜哥怕什麼的已經不得我們新奇了 我們都是丟生態池來處理的 當然這被很多教官罵啦 但是 對 還是會有這個傳統 我相信十年後也是一樣的 倒是圖書館前面的這個地方好像十年都沒有變耶 椅子好像我印象中就是長這樣子了 然後旁邊這些圍欄什麼的 好像也都圍在這邊啦 不知道圍多久了 到底喔 那這條路旁邊呢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門 它平常是不太開放的 但是有時候呢 它開放它會往那邊 是十八尖山 那十八尖山其實是非常多族中人的回憶之一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每年的傳統 就是所謂的跑山 跑山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沿著十八尖山 他們會給我們一個路線 總長好像是5.6公里的樣子 每一年一定都要跑這個5.6公里 而且不只這個5.6公里 這之前呢 好幾次的體育課也都要跑 類似半程啊 十分之三程之類的 那個每一次也都是兩公里起跳 那我記得好像是半程什麼的吧 就是你跑完之後 會在這個十八尖山那邊下來 然後沿著那個門口進來 休息 那我有跟大家說 我是個很討厭運動的人嘛 所以 這個跑山對我來說 是有一點折磨 但是 它跟跑操場的感覺真的不一樣 跑操場你就只是這樣子 沿個好幾圈 跑個3600吧 但是跑山雖然是更遠沒有錯 但是 你可以看到沿路很多的風景 那種無聊的感覺變低了 就會轉換成一點點體力吧 所以 45.6公里 是沒有那麼的累啦 當然 如果要再跑一次的話 我是不太想要的 然後我們跑完半程之後 就從這邊下來嘛 那通常我那個時候 就已經直接回教室休息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 體力過剩的人會在那邊打籃球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情景啦 無論是體育課還是各種下課時間 每次的操場大概都會是長這樣的 然後左邊這裡呢 是學生的宿舍 那這邊就是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地方了 因為新竹高中還是有蠻多 比較遠的像是苗栗人過來這邊讀書 他們通常就是住在宿舍這邊了 然後再繼續走過來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網球場 那如果再繼續往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底下有電腦教室 還有音樂教室的地方了 這個地方叫做一能館 也算是高中三聯會很常來的一個地方吧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電腦課還有音樂課 其實美術客也是在這邊的 電腦課好像是在我高一的時候上的吧 雖然那個時候老師我不是特別喜歡啦 但是畢竟裡面有電腦 我對電腦有興趣 所以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回憶吧 那如果我們往前看的話 會看到又是另一個操場 但那個就不是新竹高中了 那個是培音國中的操場 那如果我在往左邊走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門 這個門呢 就是我們跑全程跑山的時候 會回來的地方了 就這樣子跑跑跑 跑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往這條路走 然後跑到那個操場這邊 會有一堆人迎接你 你會拿到一個號碼牌 就是說你目前是這一屆的第幾名這樣 對很殘酷 我們跑上還是有分名次的 對這種東西就還有拿到名次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拿到大概是五百多名吧 我們一屆大概七百多個人 那我拿到五百多名 我記得我自己已經有點了不起了 而且你在跑的過程 如果你是最後一位的話 你還要拿著一個紅杆子 它的意思就是讓大家知道 你後面已經沒有在跑的人了 畢竟那是好幾百個人 一起出外校園的地方嘛 所以安全這類的還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對 最後一名 你就要拿這個東西 那個羞辱性還是有點強啊 只是你可以看出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講求武藝並進的學校 就如我們的校哥一樣 所以不只跑山啊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兩次的運動會 一個是冬天的路上運動會 就是像前幾天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水上運動會 它是在夏天的 路上運動會 所以顧名思義就是大家在這個跑道啊 操場那些的 進行一大堆的活動 那麼水上運動會的話 剛才也有給大家看到 就是那邊的游泳池 除了上游泳課之外呢 我們的水上運動會也會在那邊 進行一堆游泳的活動 那兩天對我來說 就只是坐著發呆玩手機的日子啦 因為我又不運動了 不可能去參加什麼東西啊 其實我對剛進來的這一棟製成樓 也有一些回憶吧 但是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回憶 如果我們一直往這邊走 走到底的話 最後一間其實是碧連會的辦公處 該怎麼講 高中的之後 我是有參加碧連會的 你們對於碧連會學生的印象 可能就是很外向很活潑 很喜歡辦一些活動 那確實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其實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是一個蠻內向的學生 所以會參加這個碧連會 我自己可能也意想不到吧 其實與其說內向 我個人可能是比較偏向悶騷啦 就是還是會有一點點 想要讓自己表現的機會 那因為高中的時候 就有在接觸拍實況啊 拍片剪片那些的 所以其實有這麼一點點的心 是想要讓自己 好好的在碧連會裡面 有一個表現的機會 但結果就是我太怕生了 我成了碧連會裡面 應該算是最內向最不敢說話的人 雖然有幫忙拍片剪片那些的 但是自己在鏡頭前面幾乎是沒有露出過一次 也就只是當個配角而已 不不不可能連配角都不是了 是一個路人吧 所以如果時光能倒轉的話 我可能會再更外向一點吧 我不知道 或許這個內向也是我的舒適圈沒有錯 但我是不後悔參加這個碧連會啦 尤其他是考完學測 你確定不考止考的人 才可以參加這個碧連會的 其實很多人都說 竹中以前是三則 現在變四則 多了我這個二則了 但我自己是覺得 我還沒有到這種程度啦 沒有這麼的偉大 畢竟我在這個地方的身份 比較像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吧 在這邊讀三年書 讀完就畢業了 更何況我在這邊的成績真的是不怎麼樣 在三年這段期間我已經是不太喜歡讀書的人了 所以我真的不敢說我是由這間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啦 因為畢竟這些成就都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才有的 就有一點點不好意思啦 如果你們要稱我為足蹤使得之一的話 但是總歸來講 有你們的支持 我還是非常感謝的 好啦 為什麼我要走回來了 出去吧 走了 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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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今天 我是誰 是我 你 從三天